我们来学习列表 数据类型之列表类型的作用 那么我们刚刚之前学习的字符串数字布尔还有负数 它都是一个值 都是一个值 不管你是个负数 实际上它都是一个值 这个整体是一个值 那么列表类型的list 它的作用是记录多个值 这个就是个重点 可以方便取出它的指定位置 比方说人的多个爱好一堆名字而已 名字 你的姓名 那么我们来演示一下 演示一下 这是它 你的是子 那么我们来 好 接下来讲下一个内容